除夕围炉前这样做 让你明年好运旺旺来 今天是农历年的最后一天 俗称岁厨 晚上也就是所谓的除夕夜 是合家团聚围炉的日子 在这天当中 依照传统习俗 大家都会将家里 好好的打扫整顿一番 但风水专家提醒 打扫的时候 这些事情千万要注意 才能旺运一整年哦 因为风水呢 叫做风聚气 所以如果说你脚落没有打扫干净呢 其实你这个晦气啊 会一年一年累积的更多 那脚落如果太过多灰尘啊 或是脏东西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 在新的一年很容易担小人 第二个特别容易破财 第三个呢 健康呢也特别容易出问题 那最后呢 一个部分就是 那个像把它从大门这样送出去 代表说呢 家里的晦气呢 一小五空 建议就是说 家里可以用坦相 或者是像爱草 然后这种的一个寻想呢 把家里呢 一直这样由内到外 把它寻出去 另外专家也建议 家里的大门口 可以铺上红色地墊 在地墊里摆上 面额相同的36个铜板 象征新的一年 可以每天踩钱进家门 另外春联 一定要在太阳下山前贴上 如此一来 代表新的一年正式来临 让好的磁场 从门口带进家里哦 不单动新闻 祝大家新的一年 平安喜乐 发大财 报道